约伯纪第38章 那时 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如勇士诉邀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你若有聪明 只管说吧 你若晓得就说 是谁定地的尺度 是谁把准绳拉在旗上 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 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 那时陈兴一同歌唱 神的众子也都欢呼 海水冲出 如出胎包 那时谁将它关闭呢 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 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 为它定界限 又安门和栓 说你只可到这里 不可越过 你狂傲的浪 要到此止住 你自生以来曾命定尘光 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 叫这光普照地的四级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 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 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 亮光不照恶人 强横的绑壁也必折断 你曾进到海员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 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 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 你若全知道 只管说吧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 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你能带到本境 能看明其事之路吗 你总知道 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 你日子的树木也多 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宝仓吗 这雪宝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 光亮从河路分开 东风从河路分散遍地 谁为雨水分道 谁为雷电开路 施雨降在无人之地 无人居住的旷野 使荒废凄凉之地 得以丰足 青草得以发生 雨有负吗 露水珠是谁生的呢 冰出于谁的胎 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 如水坚硬如石头 深渊之面凝结成冰 你能记住卯星的结吗 能解开参星的带吗 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 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 你知道天的定力吗 能使地归在天的泉下吗 你能向云彩扬起声来 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 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 谁将智慧放在怀中 谁将聪明赐予心内 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 尘土聚集成团 土块紧紧结连 那时谁能倾盗天上的瓶呢 母狮子在洞中敦服 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 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 使他们饱足吗 乌鸦之储因无食物 飞来飞去哀告神 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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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